有个国王捉到一只大鹏鸟 请鸟官照料 结果鸟官不小心就让鸟飞走了 国王勃然大怒 就说要斩杀鸟官 有位大臣就说 这样吧 且慢 请让我诉说他的罪状 免得他死得不明不白 国王就说好吧 这位大臣就说 第一 你帮国王看鸟 且让鸟跑掉 此罪其一 你让国王为鸟杀人 此罪其二 第三 你让后代的人 认为国王种鸟亲人 而恥笑他 此罪其三 说完就请国王斩杀鸟官 国王却说放了他吧 但今天的事 可不要告诉任何人 有人夜里做梦 梦见自己在看戏 戏名是歇人贵救驾 正看得精彩万分 却被老婆吵醒了 他就非常恼复 大骂老婆 老婆问名缘故 就说你别骂了 赶快再睡 不然唐太宗就要被高丽人 桌桌楼 有个老藏人买了一匹新马 要三个女婿分别写首诗 以形容马跑的速度 但雅俗皆可 大女婿说 水面掏金针 藏人骑马到山鹰 骑去又骑来 金针还未成 轮到二女婿就说 火上放鹅毛 骑马到鱼咬 骑去又骑来 鹅毛尚未焦 三女婿他书读的比较少 就说藏母放个屁 藏人骑马到汇姬 骑去又骑来 针门游未必 大家哄堂大笑 凤凰生日 白鸟都去朝拜了 独独和蝙蝠不可去朝拜 凤凰就骂道 你的地位在我之下 为什么这么傲慢无礼呢 蝙蝠回答说 我有脚啊 是属于走兽 为什么要朝拜你 过了一阵子 老虎又坐深入了 白兽都去祝贺 偏偏蝙蝙蝠又不肯去 老虎也骂他 不懂规矩 蝙蝠就说 我有翅膀啊 属于飞禽类 为什么要祝贺你呢 后来啊 凤凰一到老虎的时候 就互相感叹 当今世上风气真坏 生出这种非禽非瘦之物 简直就是禽瘦不如 李博做官的时候 有个秀才 拿出自己的诗作来拜访他 李博读了这首诗 大为惊讶说 这诗是我以前写的呀 秀才就很尴尬的演示说 你这诗在我身边 珍藏很多年了 今天特地送来还你的 李博说 这旧诗已经没有用了 送给你吧 秀才道谢以后 转身要走 李博就问 你现在要到哪去啊 秀才就回答说 我要去江林 看我的表障如上书了 李博问 他叫什么名字 秀才说 如鸿轩 李博笑着说 你刚才啊 冒失 现在又冒表障 如鸿轩啊 是我的表障呢 有个姓武德官太太 依仗男人是县太爷 娇气十足 有一天啊 一泉下属官吏的老婆 从她门前经过 她便指着其中一个 轻蔑的问 你姓什么 这个女人呢 毕恭毕敬的回答说 毕姓陆 官太太很不高兴 心想 我男人比你的男人观都大 我只姓五 你倒姓六了 接着她又对 另外一个女人问 你姓啥 这女人答 毕姓七 官太太 更不高兴的 气苦苦的跑到帐篷那去告状 我姓五 他们偏说姓六 姓七 再问下去啊 可能姓八姓九 姓十啊 都会出来了 他们不是纯心在气我吗 有个爱喝酒的人啊 酒量极大了 母年高中近视 他父亲啊 怕他喝酒误事 被写亲嘱咐他啊 赶快戒酒了 如不能马上戒掉啊 也应 简为啊 每日三晚即可了 近视接到父亲训事后 就答应啊 招办啊 并特别啊 定制一个 可以装十斤酒的超级大碗啊 还在碗的旁边啊 柯下八个字啊 依述自己 警惕自己 复命戒酒 日饮三晚 民国初年啊 有个大君华 高高在上 作威作福啊 常常要布下啊 料理好吃的东西给他品尝 有个副官啊 就用熊掌与鱼油啊 烧煮成一道佳肴啊 孝敬他了 君华啊 觉得味道鲜美 吃得很开心啊 副官啊 以为君华会大大的奖赏他 谁知啊 君华吃饱以后啊 反把副官啊 毒打一顿 并且说 这么好吃的东西 怎么直到现在才 拿出来给我吃 从前有个例子啊 父亲说东啊 他偏熟悉啊 没有一件事情啊 肯照父亲的旨意去办啊 父亲临死前啊 美拱死后儿子啊 不把他埋葬在土中啊 就故意吩咐他说 死后啊 你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水中哦 随之他儿子想 这辈子啊 从来没有顺从过爸爸得发 他现在走了啊 就听他一次吧 于是呢 就挖了个池塘啊 把父亲啊 埋葬在水中啊 有个官吏啊 游世妙啊 和尚啊 怕官员找麻烦嘛 就设盛宴啊 招待他了 官吏啊 酒足饭饱之后啊 兴致勃勃啊 当即啊 迎送了唐代 李舍的诗词两句啊 因过竹燕逢生化 又得福生半日闲啊 和尚听了就苦笑两声 官吏就问他 你为什么笑呢 他说啊 你官老爷哦 拖得半日闲啊 我老和尚啊 可忙得半个月啊 看见啊 当都公司啊 已经开工了 那七都公司啊 这家言公啊 是纯酒啦 总想要提倡大家 酒那个没开茶 开茶没吃酒啊 法国有的酒鲜呢 当好劳酒啊 有时候啊 去老爺朋友啊 都骗到我家 他吃酒啊 吃得很久哦 福燕啊 福庭暗天啊 将人会落台移用的 就普洋主说 哎 我落移的 那两三夹就继续续续续续 酒鲜的主说 我落移的 我用的做音哦 结果呢 以下停泊的 就普洋又欠他说 那一夹没哦 人家在大陆啊 照着人家说 这一夹天啊 都记得了